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高校办公从新手到高手之Word小技巧片 有时候咱们一篇文档如同一本书一样 内容包含几张几十节甚至几十上百页 这个时候你想要查看某张某节的某个图片 用鼠标滚动翻页查找实在是太麻烦了 在Word里面当然有简洁的办法 可以按照对象的类型来实施快速定位 我们不必把这个时间浪败在这里 我们现在以快速定位图片为例讲解一下操作步骤 首先第一步我们按Ctrl加F键弹出导航窗格 第二步我们在这个放大镜这里的一个下拉菜单选择图片 这个时候我们依次单击这个往下的三角 就可以逐个定位里面的图片了 是不是很方便呢 其实这个这个定位功能呢 还有一个通用的入口 我们单击开始选项卡 在编辑组里面的查找下拉菜单里面 点击转道 好我们就打开了定位设置对话框 你会发现这里的定位目标呢 有很多很多种 除了我们刚刚的图片 还有页 节 角柱 批柱 预 表格 等等等等 我们现在呢 以页为例 再举给大家操作一下 我们单击定位目标为页 比如说我们这里输入一个10 我们单击定位 它就可以快速抵达第10页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再按加10 点击定位 我们就可以移到第20页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需求呢 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这里的快速定位功能 来快速达到你想要的地方